大家好我是Evely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非同凡响期待已久 令人非常兴奋的南极探险之旅 搭乘的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 最先端最顶级最舒适的美景日十号 Cine Eclipse 第二艘船新船 它即将在2023年下水 也就是今年 但它前面的姐姐船 我们在2020年1月份 就已经带领了我们的团员 由南美一直下到南极半岛去 那次的行程让大家实在终身忘不了 有最尖端最舒适最顶级的美景日十号 船上所有的设施 以及十种不同的高级的舌尖味蕾上的美食饷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另一个在美景日十号更新的航程 那就是由纽西兰澳洲直下到南极大洋里面去 一直到登上南极大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以及意义 2020年我们由南美直接下到南极半岛 我们所有的活动范围还没有进到南极圈 而在2025年我们选定的这个航程也是刚刚才公布的航程 是直接能够深入到南极 跨过了南极圈 您真正的踏上南极大陆 在还没有跟大家介绍这个令人振奋的航程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由南美下到南极半岛 跟由纽澳一直深入到南极大陆 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第一个纬度不一样 大部分的南极探险航程 都是由南美下到南极半岛 而它最深入的大概就是到了南纬66度三分三 或者是在南下推进一点点 而由纽澳地区深入下去 也就是百年前的这些南极英雄们 在1911年他们选择的都是由纽澳下去 才能真正的达到了南极大陆 他们的距离之间就有差了十几度南尾的距离 第二个 为什么可以现在由纽澳深入到南极大陆 其实这个活动很早就有 Jeffrey跟我在2012年就已经搭乘了 当时候最高级的Orion Cruise猎户座探险号 从纽西兰的Bluff最南端的城市 然后一路下到了南极大陆 做了20天的一个探险活动回来 每一年由纽澳地区深入到南极大陆去 但是为数比较少 首先他必须要克服的第一点是他真正要能有破冰的功能 第二至少一定要20天才行 因为从纽西兰一直到南极大陆就有长达4000公里的距离 而你由南美最南的城市ウスワイ尔 从那边开始一直到南极半岛的话 其实很快 通常你过个德瑞克海峡 这二至三天看你的船只本身的设备 你就开始进行探险 由南美下去到南极半岛 是比较多商业的探险游轮在这边 第三点从南美的ウスワイ尔一直下到南极半岛 大部分10天的航程是一般的群众会去定选的航程 第一时间短 第二它的价位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是从南美下到南极半岛 我们都会很诚心的建议大家 能够再多几天把南乔治亚给航进去 因为它是地理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景观 而在那里你可以攀过一个小山丘 你就整片可以看到有将近50万只的 国王企鹅的栖息地 所以由南美下到南极半岛 虽然很热络 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好可惜 我怎么不知道南乔治亚 等它回来又发觉到哎呀好可惜 我真正的只有碰到南极半岛 而我连南极圈都没进去 可是换地球的另外一边从纽澳下来 有没有类似像南乔治亚一样的很特殊景观 一个探险点呢 有的那就是还隶属于澳洲的 麦瓜里岛 麦瓜里岛是由南北两个兵城的 这上面栖息了有皇家企鹅即将濒临绝种 但是它就只有在那地方 有国王企鹅 有跳岩企鹅 还有绅士企鹅 在地理上面非常特殊的景观 布书给南乔治亚 第四点当您去南极 您期待的除了冰山之外 您还想要看到什么 当然如果你可以看到 整片大陆都被冰雪风冻 而且在它的大陆边缘 都有非常高雄挺拔的冰棚的话 你在从南美下到南极半岛 您是看不到的 您由纽澳地区一直下到罗斯海 你就看到那延绵数百公里的冰棚 冰架就是在你眼前 让你赞叹到激动到 你不能自已 您到了南极大陆 已经深入到超过了南卫 七十度以上 你看到的还是那个 被冰冻在时间胶囊里面的 南极大陆 那个冰天雪地 还有在那里 你还可以看到帝王企鹅 还有看到 唯一在南极圈内 才看得到的阿德利企鹅 提供了以上这几点 给大家参考 所以如果您有计划去南美 那或许将来你可以选的游轮 就是有到南极半岛上面去 四天巡游 这样子 基本上你就看到了 南美而下的南极半岛 但是如果你真真正正的想要来一趟 南极大陆的探险 一次就可以圆我一辈子的梦的话 那么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2025年1月8号 记得 Jeffrey跟我已经订好了 船就是最顶尖最新级的探险豪华游轮 那就是美景日10号 Signi Eclipse 我们就等待你 跟我们一起出发 由澳洲的Pasmania省的赫伯特出发 来一次24天 到了南极大陆 然后结束在纽西兰的 淡泥丁非同凡响的探险之旅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 为什么要搭 Signi Eclipse美景日10号 现在由南美下去到南极半岛 基本上不需要到破冰等级 因为你碰到海上浮冰的情况 很少很少了 可是如果你要从纽澳地区下去 你必须要装备齐全 而且你必须要有破冰功能 在2012年我跟Jeffrey搭乘Orion 下到南极大陆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常遇到的海上的情形 就是我们会看到海面结冰 然后我们的船它可以破冰 就一片一片这样子破过去 你的船必须要这样子的功能 早期的船都蛮辛苦的 你要去极地探险 你就必须要牺牲掉你的享受 现在美景日10号可以符合大家的需求 首先它引进来的就是最新最尖端的科技 加装在这一艘非同凡响的Mega Yacht上面 它是随着海浪而可以调整它的平衡度的系统 同时它也比一般的邮轮更加大 加长了它的平衡力50% 远远把其他的邮轮甩在后面 而可以提供最好的舒适度给它探险的旅客 再加上它的船上的美食饗宴 让你在海上航行的日子 觉得我不是只有身体力行来一次南极的探险 我还可以让我的味蕾记住那永生不忘的舌尖上的美味 在美景日10号上面就提供了10种的美食饗宴 举凡是它的主餐厅Elements 那是提供意大利一般的西式的餐点 以及海鲜大餐 再来就是符合我们华人胃口的Coco餐厅 在Coco餐厅就提供了三种不同的体验 一种就是亚洲的创意餐 再加上sushi bar 有直排的sushi 师傅在寿司 bar前 亲手为你做出sashimi 生鱼片 以及sushi 还有日本顶级的清酒 另外一种体验 那就是tebanyaki 有专业的铁板烧的师傅 为您现场烹饪 让你体验日本和牛 就在铁板上面鸡鸡鸡鸡鸡的美味的声音 再来就是法国餐厅Lumiere 在Lumiere还含了由法国香槟区所进来特选的香槟 在法国餐厅里面所提供的七道菜 类似是米其林星级式的体验 七道菜配每一样的酒 让你来一次米其林式的大餐 再加上有如梦幻魔术般的分子料理 也可以说是米其林三星级的一个美食想念 那就是chef's table 主厨餐桌 这是仅限于邀请 如果你住的房间的等级够高 有spa等级以上 水疗套房以上 您受邀的可能性非常高 另外还有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轻食与酒吧 让你随时想要喝杯咖啡都没问题 更何况当您到了南极大陆 我们是一月份去的 那个时候还是天很亮的时候 半夜你看三点钟 你出来外面走一趟 你看到人打招呼 大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怎么还没睡 这个就是我跟Jeffrey在2012年 去到南极大陆的写照 而还有一点刚刚提到 由纽澳下到南极大陆 跟从南美下到南极半岛 还有什么不一样 有的地理景观完全不一样 我刚刚忘了说了 当你来到了南极大陆的时候 在一月份太阳日不落的情况之下 有所谓的幸福绿光 你也只有在南极看得到 也就是当太阳 它要下到地平线的时候 当它整个沉下去 它是马上起来 就在那一刹那 在远端的地平线 会有呈现一个非常特别的自然景观 那就是刹那间的绿光 如果你看到那绿光 恭喜你 你已经掌握到你的幸运 并以幸福快乐一辈子 另外还有一个景观 是你在南极半岛那边 看不到的南极现象 那也就是Pack Ice 海上浮冰 因为在南极大陆的海面上够冷 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看到海上浮冰的时候 我有多感动 我当下就掉眼泪了 它就好像是太阳斜色 黄金的光炫与余灰是非常的强烈 而海面上开始要结冰 当它结冰的时候 就好像一片一片大片的莲花叶 就从旁边卷起来 而它卷起来 这样一片一片一片 一直到天边永无边际 在那之间 你真的以为是天上人间 你真的以为那一片片的连夜 就是带着你幻想 感觉远远的那边 是不是看到观世音菩萨 或看到了耶稣基督 那个光线 那个景象 你好像真的突然之间 被Lift就被提升到天上一样 然后那一片一片的海上的连夜兵 带领你的就是 你一辈子没有尝试过 没看过的自然景观的冲击跟激动 在Cine Eclipse上面 每一间房间都是套房 最少是34平方米以上 您的房间有专有的管家 无论你是哪一种房型 您的房间有一个阳台 当你看到外面刚好有 金鱼从水面上跳起来的时候 你还可以一拉开 你冲出去 你照个像 身体还没感觉到冷度 你就进来了 你可以抓住那 与大自然邂逅瞬间的激动 另外呢 在房间里面 您的床 是特别的睡眠专家设计的床 它可以调整您的脚要抬多高 您的背要躺多高 是电动调节的 非常舒适的 要提供你24晚 每一晚都是好梦甜甜 每一晚你都是能够好好的休息 放下全身疲惫 或者是你在房间的所有烦恼 你可以好好的进入梦乡 甚至无梦的睡到隔天早上 重新又是一个崭新的自己 然后就准备的叙事代代 马上登陆 马上去探索南极大陆 另外这房间 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台 Iris 意大利的咖啡机 让你呢 不用叫你管家 你就可以享受到 非常香浓的 意大利浓缩咖啡 在你的冰箱里面 永远都是填满的酒跟饮料 你的管家会观察到 你喜欢吃什么点心 永远帮你准备个小小的点心 在这房间里面 还有非常高尖端的电视墙 你看不到你的电视在哪里 你不想要去到最豪华 最舒适的剧院去听演讲 你也可以在你房间 曲卷在你的沙发上面 喝着香浓的咖啡 打开电视墙 就马上即时的呈现在您眼前 还有呢 在船上的Wi-Fi 提供你随时想要跟你的远方亲友 跟他臭屁一下你在南极做什么 还有你看到什么 他的Wi-Fi是在你的走廊里面 每隔几间就加装了一个加强器 而让你的Wi-Fi不容易断线 而让你的视频也不容易有干扰 现在所有提到的全部都含在临床费里面 在美景日10号还有非同凡响的剧院 240个座位 在极地探险的时候 美景日10号只载搭200位乘客 因为他要留下其他的位置跟房间 给这些专家们他们来居住 包括有生物学家 极地专家 还有历史学家 地理学家 这些人汇聚一堂 还有我们的探险队员 这些都是万中之选 他们就在这个航程里面 为大家举办各式各样的讲座 然后呢 把他们最精辟的知识以及经验 透过他们的讲座跟大家分享 在水疗中心 除了水疗课程 美容课程按摩课程 这本来就该付费的以外 其他的水疗中心的设备 都是为您尊荣享受而准备的 里面包含有蒸汽室桑拿室 还有矿泉治疗池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冰水治疗池 也就是来自三温暖 还有在其他邮轮上面一定收费的温石床 在美景日10号上面很优雅的 很尊荣的帮大家都准备好了 只等你去享用它 另外旁边还有抗噪Bosch的耳机 让你一边听着离世俗而远的美妙音乐 然后来个身心灵书放 2025年1月8号这个航程 为什么Jeffrey跟我在一开放马上订呢 Jeffrey Evelyn你们不是2012年都已经去过 为什么还要去呢 有个地方我们那时候去不了啊 那个就是到罗斯海域的罗斯冰棚 想想看12年前那个地方还是冰天雪地 你船都进不了 你必须要前面一开破冰船 真正的在那边帮你破冰而开才行啊 这一次非常特别的行程 在美景日10号所有的费用 通通都已经包含在您的船费里面 航程还没开始 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广告色彩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跟Jeffrey Evelyn 订这个特别的航程 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Jeffrey Evelyn已经付订金了 我们肯定在上面了 就算没人参加 我们要自己去逍遥了 我们在船上您有我们 什么都不用担心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 如果您现在订的的话 船公司也有同样的找鸟特价 因为他们通常每一个等级 就只有放一两间在做特价 订完了就没了 你现在订的话 每一个人可以少3000块钱 如果你是SPA等级以上 每一个人可以少4000块纽币 这是找鸟特价的优惠 正典有船公司也有 第三个优惠是 如果你在2024年1月9号的时候 你可以将后面的尾款全部付清 那么一般的套房可以每人省 收4000块钱纽币的优惠 而SPA等级以上 每个人可以想6000块以上的优惠 这也是正典有 船公司也有 最后一个是 凡是你跟正典旅游订 正典旅游再送你每一个人 300块钱的纽币的优惠 这个正典有 船公司没有 其他旅行业界也没有 只有正典独家有 所以你说该不该跟我们订呢 马上进入我们的航程 航程从2025年1月8号 请你在中午之前抵达 澳大利亚塔斯曼省的首府赫伯特 船公司会专车来接送我们上到船 我们就开始展开航程 因为他掌握我们可不可以登陆的最主要的条件 天气好 没有安全的顾虑 船长同意 那我们就可以上去参观 在这里有 已经瀕临绝肿的皇家企鹅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国王企鹅 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Gentle企鹅 你在这里还可以看到 在福克兰群岛也可以看到的跳岩企鹅 离开了Marguerrie Island之后呢 我们再往南挺进 大概是在第七天 我们就已经很接近南极大陆的边缘了 我们会来到巴雷尼群岛 在巴雷尼群岛里面呢 我们去它两个重要的岛 一个是羊岛 一个是史特奇岛 尤其是史特奇岛 它已经被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鸟类保育区 船公司已经在你房间为你准备了光学望远镜 随着我们探险人员去看那些 很气象万千的鸟类栖息地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跟Jeffrey搭着冲锋岛出去的时候 刚好我们要绕过一个碗 鸟儿们呢 他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来临 突然之间有异物侵入的时候 他们就从海面上 从崖边整个飞开 那种感觉你好像有一片白色的帘幕 从海上被掀开一样 就好像你在看舞台剧 然后快要开始的时候 那帘幕被拉开的那种感觉 在大自然里面为你呈现 我忘不了了 真的好感动 而且那真的是你到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我何其幸运啊 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景观 离开了巴勒尼群岛了以后 就已经进到了我们的南极大陆 在那边我们要为期十天的整个探险活动 每一天我们预计呢大概就是会登陆两次 天气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开始到处去探索 然后呢我们会穿的呢 是传公司特别为我们准备的Masterbook 也就是非常专业的登岸专用的靴子 为什么你要选择美景日十号 因为它都帮你所有的细节都设想到 连着Masterbook它不要你付租金 其他的要你付租金 然后呢它已经大大小小按照你的size 事先就已经收集到你的资料 然后准备好给你 另外呢它还很贴心的准备一件非常高级 可以保暖又挡风挡水的极地外套给你 非常棒的极地外套非常的高品质 所以你有了这件回去 你穿起来就是更加炫耀 我做过Cinecrips 我们还会只要是许可 还可能会去探访史考特务 在100年前 1911年史考特船长带着他的船队 到最后还是没有达成他的新闻 不是第一个发现南极点的 而是亚曼生发现南极点的 而这些英雄们 这么不足的探险的设备之下 他们还能够完成这样子的壮举 我们真的对他们游行的敬佩 另外还有雪克顿船长的避难屋 还有最重要的 我们的Cinecrips上面 还载备了两台的直升机 还有一台潜水艇 这两台七人座的直升机 还可以延伸您的视野 从空中去俯瞰这片白色大陆 而且当你看到那个岸边 都是这么雨山齐高的冰棚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您的对南极的期望 您对南极所读过的任何知识 在你的亲眼目睹之下 就完全接轨了 这才叫做回忆 这才叫做旅游经验 带在你心中一生一世的感动 一生一世的难忘回忆 就是在那时候就click连接上了 还有我们的直升机 还可以带你到南极 全世界最干燥的河谷 Model河谷 还有我们有直升机 所以我们还可以去看帝王企鹅 在那边离帝王企鹅很近 另外在罗斯海域 还有一个让我跟Jeffrey 到目前我们很想很想去体验的 那就是看那 为耸如山高的冰棚 罗斯冰棚 这么一眼看过去 就是这些上一年上千万年的冰 推挤到了大陆边缘 所堆积出来的冰埃 还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看到冰蛇 冰蛇就是说 当它一直推进一直推进过了岸边 还继续挥出来一条 从卫星上面看下来 就好像一条蛇一样 舌头的蛇 我们还有可能到那边去 就在那边 我们会花了将近快十天的时间 我还记得我们2012年上岸有一次 我们就找不到真正的岸边可以上岸 所以我们探险队员找到一块浮冰 这块浮冰可以让我们停靠 是安全的可以上去的 那在我们上岸的时候 远远的地方有高的冰岸 然后你就看到阿德利契尔 他们是从海中那样 撞到冰岸不够高 撞下来 然后再撞再上去 再上去到最后再跳成功 你可以看到这种景象 我们还怎么样 我们还是不是踏上去 我们的冰块上面的时候 刚好阿德利契尔就这样 撞就上来了 然后撞上来的时候 就是够够够 你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你 说到这么多的南极的景象 行程呢 我把它强烈在我们公司的网站当中 而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您 对您自己的对话 问您自己 对南极有没有任何的憧憬 对南极有怎么样的想念 如果你真的很想 真正来一次 真正的南极之旅 那你一定得要到南极大陆去 您一定要到罗斯冰棚去 因为只有那里 才能完成你的梦想 只有那里 才能圆满您所谓的南极探险 正典旅游 正典旅游 是南极跟北极的极地专家 我们不仅选对了船 我们还对航程百般的挑剔 我们对船公司的服务 更是用放大镜来检视 我们相信只有美景日10号 才可以带着我们去完成 我们的南极梦的首选 已经帮大家筛选过很好的南极的探险船 也帮大家要到很好的南极的优惠 还有趁现在这航程才刚刚出来 大家还来不及 好好研究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 机会就是留给您的 赶快报名 您报名还有七天的考虑期 这中间你有任何问题 Jeffrey跟我随时在旁边 答复着您的询问 然后您再决定 要不要跟自己来一次 一生一世的南极之约 因为只有你才信得过你自己 因为只有你才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们准备好了 就等您 2025年 我们南极一起去玩我们的南极梦 一起去征战南极 挑战白色大陆 成功 谢谢您的收看 Jeffrey跟Evalon 等着您 拜拜 拜拜